眼前这个叫弑雄的男人 是鬼邪高的老大 在塑尔的街区存在着五大高校 以弑雄为首的鬼邪高 以智雄为首的凤仙 以仙人掌为首的赖之门 以鲨鱼 风 雷为首的江麻洛 还有以灵二和智为首的连板 除着五所高校以外 还有一个神秘组织 灵兰 士雄听说灵兰的老大拉奥特别厉害 所以今天特地前来请教 士雄话音刚落 一群人朝他冲了过来 身为鬼邪高的老大 士雄的实力自然不是盖的 这群小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就在这时 一个爆炸头飞身而下 夹住了战斗 爆炸头叫斌左 是灵兰的三把手 实力相当不错 不过他打起下来有点疯 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虽然斌左的实力很强 但他还不是士雄的对手 两人打了几个回合 最后被士雄一脚踢飞 输给了士雄 斌左不服气 还想再战 被马西拦了下来 得知士雄的来意 马西告诉他 见拉奥需要排队 还需要拿到整理券 整理券是实力的象征 需要通过考核才能拿到 士雄一听那么麻烦 索性就放弃了 随后他又来到凤仙 他来凤仙不是为了挑战 因为已经挑战过了 在上一部电影中 鬼斜高大战凤仙 两个帮派不打不相识 士雄跟凤仙的老大小左 成了朋友 两个帮派从此兵士前嫌 成了盟友 今天他之所以来这里 是为了打听凌兰的消息 沙巴干告诉士雄 凌兰的主要成员有六人 密探神威 打手居刑 保镖孙六 军师马西 硬汉斌左 最后就是拥有数个传说 凌兰的老大 拉奥 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凌兰都是不能招惹的存在 知道士雄要挑战拉奥 他们都劝士雄放弃 沙巴干告诉士雄 小左因为有事出国了 知道小左走了 士雄有些失落 这边 马西放走了士雄 引起大家的不满 大家听了 斌左跟孙六的话果断闭嘴 士雄的这份勇气 他们确实没有 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什么 安抚好大家的情绪 马西让神威偷偷潜入鬼邪高 调查一下士雄的来历 与此同时 士雄回到基地 卷毛得知 士雄独闯玲蓝 非常震惊 为了阻止士雄再次去挑战 他给士雄科普了一下 关于拉奥的传说 总而言之 拉奥是个危险的人物 跟他队长没有任何好处 但士雄天生反骨 众人越是劝他 他越是来劲 斯知道士雄这个毛病 于是私下里约了轰 决定跟他一起去灵兰找马西 但让斯没想到的是 轰竟然把凤仙的小岛带了过来 鬼邪跟凤仙是敌对帮派 上次交战后 虽然士雄跟小佐成了朋友 但两个帮派之间并不熟络 斯怎么也不敢相信 轰跟小岛竟然是余友 随后三人来到灵兰 斯主动请鹰去跟马西谈判 一听是士雄的朋友 马西决定跟斯谈谈 士雄的实力他见到了 有资格成为拉奥的对手 但他不希望两人对上 另一边 赖之门转来了两个转校生 他们凭实力打倒了赖之门的老大 仙人掌顺利逆袭 天下景拿下赖之门后 紧接着跟着江麻洛 连板两校合作组成三校联合 欺负实力比较弱的学校 天下景是当地财阀家的公子哥 很有野心 想要拿下塑的地区所有高校 目前赖之门江麻洛连板已经被他收入麾下 只剩下鬼邪高和奉仙 虽然现在是三校联合 但鬼邪高和奉仙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他们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这天斯带着士雄和卷毛来到一家福利院 见到了正在陪孩子玩的拉奥 斯把那天马西告诉他的事情 全部给士雄讲了一遍 原来拉奥是个可怜人 从出生起就被丢到福利院 他从小也是个老实的孩子 但为了保护同伴 保护孤儿院的弟弟妹妹 他不得不变得强大 因此才有了如今的拉奥 士雄听了思想的一切 一脸严肃地跑到拉奥面前 拉奥还以为他是来挑战 结果他开口就要跟拉奥做朋友 还十分热情 弄得拉奥一头雾水 这天仙人掌找到志田 志田是奉仙的领头人之一 因此仙人掌想要通过他 拉拢奥仙 他们想用钱收买志田 但志田并不买账 他看不惯天下景 附加公子哥的做派 更不想跟这群人围伍 何况他的老大跟士兄还是朋友 因此他果断拒绝了 仙人掌的提议 临走前还把仙人掌 侮辱了一番 交代完仙人掌 天下景就坐车离开了 把齐亮留在原地 其实齐亮原本也是鬼斜高的老大 他之所以来赖之门是因为天下景 他父亲是天下景的司机 所以小时候他经常跟天下景一起玩 是非常要好的伙伴 他被别人欺负时 天下景还会帮他出气 齐亮一直记着这句话 但天下景早已忘了 晚上小岛跟德山正在切磋 此时田剑打来电话 但小岛跟德山正打的尽兴 并没有接 但他没想到的是 正是因为他没有接这通电话 才让仙人掌有可趁之机 把田剑打成了重伤 另一边 司找到士雄 让士雄提高警惕 他最近老是看见赖之门的人 在附近出没 怕出现变故 司把士雄教训了一顿 士雄是单细胞生物 武力之爆表 但没有谋略 没声响 司昨晚刚说完 第二天一早 天下景就带人杀了过来 鬼斜高的人 由于不知道天下景的行动 所以并没有聚集起来 而是分散在各处 天下景更是借此机会 选择将他们逐一击破 鬼斜高的主要成员 一共有十个 太智跟青史在面摊 石和枝在戳上 中越 中刚在基地 士雄 司跟卷毛 三人则在地下盗 几乎同一时间 所有人开始战斗 司跟士雄两人分开行动 各自杀出一条血路 士雄虽然动脑不行 但动手的实力 那是一顶一 几分钟不到 就将一群小将打退 士雄刚要离开 零二冲了过来 他自知不是士雄的对手 所以提前在手上戴了个纸环 不过即使如此 他也不是士雄的对手 跟士雄打了几个回合 最终被士雄打倒 士雄成功脱身 但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中越 中刚落进了仙人掌的陷阱 中越为了救中刚 被重物砸伤 太智跟青史这边 也被层层包围 青史为了减少伤亡 决定死守铁门 给太智等人争取逃命的时间 青史最终没有开门 以一人之力 抵挡所有敌人 司这边也不好过 敌人太多 打倒一波还有一波 而且不幸的是 他遇到了天下井 天下井不可怕 但他身边的齐亮 实力强悍 司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即使如此 司也拼尽全力反抗 西志的兄弟成了如今的敌人 二人都竭尽全力 没有丝毫手下留情 但司终究不是齐亮的对手 被一脚踢在墙上 这时 仙人掌跑过来告诉天下井 师兄没有抓到 听到这个消息 天下井非常生气 又把司暴揍了一顿 然后让人把司带走 想用司来引出师兄 由于这次事发突然 鬼邪高没有任何防备 一时之间伤亡惨重 等师兄赶回基地 敌人已经撤了 看着满身伤痕的众人 师兄非常自责 正是因为他没有戒备之心 丝毫不懂策略 才导致鬼邪高受到重创 司被抓 中越跟青史昏迷不醒 今天一系列的打击 让师兄陷入深深的 自我怀疑之中 他逃离众人 开始自我反思 自己能不能当鬼邪高的老大 他回想起 这一路走来发生的点点滴滴 思考了半天 心中暗暗地做了个决定 另一边 天下井把司带回去绑了起来 为了不助长天下井的气眼 司故意出他痛楚 惹怒了他 又遭了一阵毒打 晚上 师兄跟轰几乎同一时间回到基地 轰也是鬼邪高的主要成员 白天的战斗 他并没有在场 如今一身伤回来 是因为他知道鬼邪高的遭遇后 特地跑去报仇 江麻洛一群人之所以 加入三校联盟对抗鬼邪高 主要原因是因为轰 轰跟风雷之间有私人恩怨 随后 轰以一敌二 打赢了这场战斗 成功让江麻洛退出 轰刚说完 天下井就打来电话 让师兄明天去救人 轰 不同意贸然去救人 天下井肯定设好陷阱等着他们 这时候去肯定是自图罗网 虽然明知道是这种情况 但师兄还是想去试试 师兄低头道谢 让大家非常震惊 他们认识的师兄从不低头 永不服输 这次 师兄不仅向轰低头 还向凤仙低头 请求凤仙助他一臂之力 这次的经历 让师兄有了很大的改变 让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老大 第二天 师兄带领着鬼邪的众人 跟凤仙会合 共同前往赖之门 他们一群人来到赖之门 两方人马对立而战 随着师兄一声令下 最后的决战开始 一群人扭打在了一起 场面一度混乱 由于体育馆在顶楼 他们需要一层层打上去 师兄跟轰一起 两人强强联手 解决了不少阻力 他们一路打着跑着 当打到第三层的时候 遇到了困难 这里被天下警设了机关 一时间 所有人被隔板困住 里面的人出不去 外面的人进不来 正当轰苦恼时 小岛带人推倒了隔板 闯了进来 随后三人成功突破三楼 当他们进入四楼时 被何志等人拦住 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酒瓶 对着师兄他们一通乱砸 不过 这根本抵挡不住他们的脚步 很快 太志就带着奉献的人冲了进来 虽然三人得以脱身 但通道被堵死 无奈 他们三个跳了下来 打算从外围跳入 正当师兄想带着他们冲过去的时候 后面的墙突然倒塌 有人闯了进来 原来是拉奥带人赶了过来 身为传说中的人物 拉奥果然不一般 他力大无穷 一拳下去 打倒一拳 最后 灵南的其他成员也加入了战斗 马西让师兄救人 他们负责拦住下面的小将 有拉奥在 师兄非常放心 师兄说完就一路往前冲 打倒了一群小弟 最终对上齐亮 还没等师兄跟齐亮交手 一群小弟就把他拦了回去 齐亮想趁机突袭 好在被轰拦了下来 天下情剪断了绳索 好在师兄及时赶了过去 救下了司 齐亮原本想冲过去 被小岛跟轰二人联手拦了下来 司被救了下来 仙人掌也带人赶到 现在双方都没有对方的把柄 众人没有后顾之忧 开始放手一搏 他们有仇的报仇 有怨的报冤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来了一群人 是天下情的援军 不过他们并没有机会加入里面的战斗 因为小佐及时赶了回来 小佐不仅是奉仙的老大 也是个实力报表的人物 他凭一己之力拦住了所有援军 没有援军 赖志们很快就支撑不住了 他们虽然人多 但鬼邪和奉仙都是精兵强将 如今再加上各个实力强悍的灵蓝 他们压根没有胜算 外面很快被清理干净 相对于外面而言 体育馆内的战斗非常激烈 士雄对抗齐亮 小岛对抗仙人掌 司对抗天下警 轰解决虾兵蟹将 几人各司其职 解决自己的对手 第一个获得胜利的人是小岛 他成功制服仙人掌 用手铐把仙人掌靠了起来 随后是轰 轰虽然受了重伤 但他实力强悍 而且意志力顽强 这群虾兵蟹将还不是他的对手 士雄跟齐亮几乎打成平手 他们二人一来一往 谁也没讨到多少好处 这些战斗中最吃力的是司 司被齐亮打成重伤 又挨了天下警的两顿毒打 身体已经快支撑不住 但他还是拼尽全力 想要打倒天下警 在交手中 两人不小心从二楼掉了下来 之后天下警想借机偷袭 结果被师兄一脚踹了出去 拉奥带着一群人陆续走了进来 击败了他的自信 最后一点人也跑了 天下警彻底失去的希望 但即使到了目前这个状况 齐亮还依然站在他的身前守护着他 士雄跟齐亮两人再次打了起来 在他们之前必须分个胜负 这场战斗的输赢 全都压在他们二人的身上 所有人都不理解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坚持 他要守护天下警 他要成为天下警的朋友 所以他不能让天下警输 只见齐亮一拳将士雄打倒 当天下警以为他们赢了的时候 士雄再次站了起来 两个人的战斗最终以士雄的胜利告终 士雄胜了 天下警不能接受 于是掏出刀 向士雄捅了过去 危机时刻 齐亮出手 救下了士雄 在这些年的经历中 天下警早已失去了本性 但看到齐亮倒在他的面前 他彻底幻然醒悟 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听到天下警的回答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这场大战就死落幕 齐亮跟天下警重归于好 士兄见到了好兄弟小佐 还跟拉奥成为朋友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这场大战伤忙惨重 每个人的身上都挂了彩 但他们也在这其中 收获到了更多的快乐 热血少年可不就是如此 好了 本期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